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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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核电这个东西是什么 然后为什么你要全面废除这个东西 这样的意识透过各式各样的方式延伸出去 是最重要的事情 让大家了解这个议题 然后选择站出来 去年其实在一个就是核四可能即将要运转的那个这样子危机的氛围里面嘛 然后其实就不断的不是说我们而已 但其实像可能在屏洞或者说 对然后大家都有一些小型的那种偏地开花 一开始说我就想说几个朋友 那大家就出来走个路 然后去完成我们自己的那个配合游行这样子 对啊 总之最重要的我们的理念是希望 这毕竟是一个全国性的 不只是全国性的 是整个地球的事情 那这不会只是地方的力量要站出来 是就是我们希望看到每一个地区都有人 为了这样子的事情站出来发生 相信在长城来看 长期来看飞河 到最后飞河家园这个理念是会往这个方向去 有太多这些是我们不知道 然后我们也没有权利 我们连选择权 然后连知道权利都没有的事情正在发生 但是但是我们人民不是笨蛋 这些东西我们会去管理 还是会去了解 我们就是要拿回自己选择的权利 这座城市不太熟悉了过 我们都在天着吃着天堂 带我们所有油盘和配合在那个里面的图片 你的紫图那么高尚 但如果脱掉那套西装 你也会受伤 从何能这件事扩大来看所有资源的问题 食安土地都更全部都是 我们需要的跟我们去掠夺的 是不是不成正比 那今年我们的规划是 除了这些像影展 然后那个纪录片啊 然后展览以外 我们希望可以侦测工作坊这样的东西 就是用其他的形式让大家认识了解更多友善的能源 那回归到没有核电 我们要怎么用电的时候 如果具体来让大家了解更多的做法 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 就帮助大家一起建构对未来一个健康的生活的想象 要给我们下一代干净的活土 好 一二三 核电不见 我来生 我百合 非和台湾 现在就要 非和台湾 现在就要 谢谢大家 我们下直到我们下期再见 在这个设计不合格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